網頁設計大師軟體 親愛的朋友你好 這則短片要向你介紹的是 網頁設計大師軟體 這款軟體 它可以做什麼 首先你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要講的是 一個設計端的畫面 這個網頁設計 大師軟體 它可以讓你用拖曳的方式 來進行網頁的設計 那對於 網頁上每一個物件 比如說這個下單的按鈕 所有的文字 還有連結到其他網頁的按鈕 還有這些標籤圖片 等等你都可以放大縮小 並且移動它 那對這些設定 你也可以 可以 進到 它的裡面去更改它的文字 或者是自己寫自己的文字 改變字型 改變它的大小 也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所有的設計都是 用拖曳的 那你可以點這個 直接看到它的效果 這個 這個Layer 是這款軟體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它可以讓你的上面的物件 分成 下 最後一層 中層跟上層 三層不一樣的一個圖層 什麼叫圖層呢 比如說 有的時候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 在使用軟體的時候 來設計網頁 還會想要把 一個東西放在另外一個東西的上面 或者是它的下面 可是一般的軟體 並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功能 但這個功能 在這個軟體當中 被成功的實現出來 這軟體的功能 不僅僅於此 它還為你內建了 許多的模板 數十來個模板 讓你可以直接套用 你只要做文字修改 你只要做文字修改 就可以馬上修改成 你要的頁面了 就像是擁有一個 設計師團隊一樣 你可以用許許多多設計師 預設的模板 來實現網頁設計的工作 接著 這個軟體 與一般軟體最大不同 還有一個地方 在於它是真正正正的一個 網頁設計程式 這個軟體呢 這支程式 你可以用它來設計網頁的原始檔 也就是HTML檔 這在過去來講 都是要靠寫程式才有辦法做到的 雖然現在 有許多的網站提供這樣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上面用拖拉的方式 完成網頁設計 但它卻沒有辦法讓你可以 把你所設計的網頁原始檔 給下載下來 這有什麼好處呢 跟壞處 在於 這些網站 當你在網站上設計好軟體之後 你必須用它的網站 才能夠把你的網頁給別人看 這樣子的缺點在於 它可能會跟你收取年費 月租費 它想要倒掉的那一天 你也拿不回你 所設計的寶貴的成果 在這款軟體當中 它要講求的 就是一個軟體 幫你設計網頁 設計完網頁之後 你可以馬上帶著走 比如說這樣子 這就是軟體的檔案 那當你想要把你的網站上傳到主機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個檔案解壓縮 把這個HTML檔還有相關的圖片還有材料 上傳到你的虛擬主機 你可以上傳到無數的虛擬主機上面 就可以成立無數的網站 那如果你不會把這些原始檔上傳到網站上 你可能也可以把它交給你的網管 負責人 請他幫你把它上傳到你的主機上 那一或許 你本身就是一個想要靠網頁設計為生的設計師 在你網站設計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網頁給下載下來 把這網頁交給你的客戶跟他說 我幫你設計好了 你只要把這放到你的主機上 它就可以顯示出你所要的網頁了 比如說像這個頁面 這是這個軟體 一個很大的訴求與特點 接著最後要向您介紹的是 這個軟體你所設計出來的網頁 它也會提供你 可以內嵌到你的WordPress 或者是任何其他網站頁面的方式 你只要點擊 Invade Code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把它的這個代碼複製下來 在這邊以WordPress舉例喔 假設這個測試頁面 使用一般的編輯器 在一般的編輯器當中 你用文字模式 把這網頁貼過來 接著發表文章 你就會發現你所設計的網頁 也可以透過像這樣子的方式 內嵌到你自有的網站上 最後還有一項功能 叫做內嵌與臉書 這項功能的用意何在呢 通常最近不知道大家收集名單 是不是已經開始嘗試了這樣技術 就是呢 你把你的網頁設計在臉書上 依此來打廣告 把你的名單擷取頁 把你的銷售頁放在臉書上面 藉此以降低廣告點擊的費用 那要做到這樣子呢 在這套軟體當中 你只要為你的頁面做一個命名 存檔 完成命名之後呢 把這頁面 加個臉書來打廣告 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網址咧 給你的就是 你所設計出來的網頁 直接遷入到臉書裡面的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因為你的網頁內遷在臉書上 所以對臉書來講 他就會覺得 這個是內遷在臉書裡面的網頁 藉此 他要給你做的廣告計費方式 還有他要推播你的廣告的計算模式 也會與一般在外面 在臉書外面的網站 而有所不同 是一個很棒的功能 以上就是 網頁設計大師軟體的介紹 供您參考 謝謝